我們看這個面積二階行類似 就假設現在有一個向量A是這個樣子 B是這個樣子 這假設A就是B 那我現在要證明 這兩個向量夾乘的拼乙式變形的面積 會等於這兩個向量的分量構成的行類似 面積我們都是取正的 所以加個絕對值 也就是說行類似它代表什麼呢 代表兩個向量夾乘的拼乙式變形的面積 所以二階行類似就代表面積 我們現在來證明這一點 我們看這個AB夾乘拼乙式變形的面積 是等於多少呢 等於A的大小 乘以B的大小 乘以sin多少呢 是等 這個會等多少呢 會等於AB 1-cos 平方 然後我把AB拿進去 這樣就變成多少 A平方 B平方 減掉 減掉 B平方 cos 就是A B平方 這會等於多少 我們看A向量的平方 我們看A向量的平方就是這個平方 就是A1平方 加上B1平方 這A向量的平方 B平方 B向量的平方是A2平方 加B2平方 그다음에A2平方 那我把這轉開來的話 前項乘以前項這裡有個這個平方 這個乘以這個等於這個平方 這個乘以這個等於後面的平方 所以剩下變成交叉項相解 交叉項是A1B2 A1平方B2平方 加上交叉項 B1平方 A2平方 減掉這個交叉項 就兩倍的 A1A2 B1B2 好,那這個可以完全平方 這等於多少呢 這等於A1 A1B2 減掉A2B1 A1B2 的完全平方 2A1B2 2乘以這兩項 就剛好等於後面這項 好,那你把那個平方 開根號取出來以後 就變成絕對值 A1B2 減掉A2B1 好,那我現在定一個行內式 定一個行內式 這等到絕對值行內式 A1B2 A2B1 這個行內式的定義就是這個檢測感 所以這樣的得證 所以行內式它就代表面積 這個面積它是沒有方向的 如果我們把面積定義成有方向的 就是說 如果是這樣轉的 所以A比B是這樣夾的 夾乘的 比你適合的體積的話 我們就定整證 如果說是B夾A的話 那我們就定整複 那這個時候 我們就成為有效面積 這個呢 我們等到 要講到體證之前的時候 我們再來講 好